那個阿祖真是沒用的 關鍵時候脫拖也有的 不不 其實 麻辣仔打個電話給阿祖 還是不要打電話 你現在打電話給阿祖 阿祖知道我們特地安排 你暈倒了 肯定被那個姓程的接受都戴乾媽 你這麼厲害 你連街頭打安娜那個人姓程都知道 我是說情咬甘 半路殺出的情咬甘 這個這麼搞笑, 真是叫情咬甘 是呀 不是, 我隱約聽到她自我介紹 她好像叫甚麼… 羅伯 羅伯? 打電話吧 喔… 小姐 喔, 高哥 我剛才拿回家好 我餵下 快進去 我會知道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OK Dad 你又回來了 Oh I just went for a walk Another walk Yeah Like a walk Coco OK I'm here The guy's not her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OK Joe Hello Dad 這位是羅先生 我今晚剛認識他 我老爸那時候有很多問題 他幫得很大忙 還幫我買鞋 還送我回來 是啊 我們剛巧在樓下遇到爆水渠 令你們倆的衣服濕透了 謝謝大小姐 借她前面的衣服給我穿著 我應該謝謝你才對 謝謝你 來…我送你去電梯口那裡 好…先走了 問題…大問題 什麼?他們剛才認識的 就登堂入室還要一起換衣服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欺臣已經解釋了 因為是爆街喉 就算是爆街喉 還是認識了幾個小時 而且欺臣還說他們相處很愉快 Diana說這個羅伯特很英俊 今天真是陰鬼公 一場精心策劃 結果半路殺出個情侯金 你別緊張 其實就是 丹娜在無心當中 認識了一個好朋友是吧 什麼好朋友 欺臣都說他們很投緣 是啊 他們還約了下一次約會的時間 欺臣… 她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再約會 不用問了 沒有, 生肢貓入眼 你就別嚇唬她了 其實丹娜挺有眼光的 這個姓摩的她長得很帥 是, 剛才欺臣就說過了 Robert又帥哥掛祖 又帥哥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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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她會哄大安娜 比阿祖 現在的人很流行閃分 我說錯話 你當然說錯話了 錯話 那, 其實就是對上眼了 就是這麼意思 我們廣州話說的就是 單鳥同胞 一辣就熱 就是這麼意思 等一下, 閉嘴 閉嘴 都不知道人家煩的 還說完這些壞事 真是 希望他們到此為止 你知道嗎 我會留意他們 我看任何事 我會報告你 好 他說 他會幫你盯著那兩個人 要有什麼情況 立刻通知你 那就真的要 希臣… 你真的要緊急他們 是吧 阿美姐 你差不多是年紀了 夠不夠眼力 不如幫你佩服老化鏡 不要老化鏡 我要望遠鏡 望遠鏡 望遠鏡… 好 阿娜 我們現在這樣做 從廣州話來說 就叫做煮飯仔 沒錯 情侶之間合作煮飯 就是用這個詞 不如我們進廚房 一起交流一下煮飯仔的時事 好… 是呀 煮飯仔 我們有大問題 希臣真的這麼說嗎 說戴安娜和Robert一起煮飯仔 不僅如此 希臣還說 戴安娜已經跟她說明了 這些事只有情侶之間才會做 然後兩個人在廚房裡 你也不知道多麼神秘 不是呀 還避開老爸和兒子聊什麼 沒了沒了 一天千里 感情一天千里 還經過流感爆發 還以為是擋不住那隻 好了 說不定人家兩個人是切磋廚藝呢 再說煮飯 人家不在廚房切磋 難道跑廁所去 不如這樣好不好 好,我就直接找戴安娜 兜口兜面問她 戴安娜 聽說你在拍拖 發展到什麼程度 拜託你不要跟別人拍拖 我弟弟很緊張你 那我沒有 八公 這種話難能男人問 要問也是女人去問是吧 但是應該怎麼問呢 是呀 是時候讓姑姑散你兩招 來… 親完房間 你真是有心 請我過來喝湯 真是好 不過 為何不在這裡喝呢 有些事 咱們女人需要關上房門才能說的 來… 蓮兒,坐 大哥 不要… 你來聊… 我…我…我不進去… 我…我不進去… 究竟是甚麼事啊,敢神秘 丹啊 我今天請你來喝這碗湯 這湯可是大有研究的 是甚麼湯來的 這個湯吧,它是…安心凝神的 專制女人,煩躁不安 女人有甚麼房緒不安的 就是女人那個時候 她就容易煩躁不安了 你說那麼多 不如喝喝湯先啊 聊甚麼呀 都很成功的啦 丹娜 這件事非常重要 咱們都是女人 我不怕攤開來跟你說 不瞞你說 我老公 就你大哥 他就在門口 他在門口等著 我跟你的談話結果 然後解決問題 大哥 可以有問題 不是… 他沒問題 按是說 女人 特別是中年女人 她容易有問題 喂喂喂 我一頭沒水啊 你別哭了啦 其實… 就是說吧 這個女人她到了中年 她需要一個伴對吧 需要一個知冷知熱的人 啊 哈哈 你只是說 大哥 她現在就起不到 做伴侶的作用嗎 不不不 也不是 我是說她這… 她就是這個中年女人吧 她容易耐不住寂寞 但是呢 她也不能操之過急 要謹慎處理比較好 我想…我明白的了 啊 明白了好嗎 明白了就好 那你就說完了 那那那那 你先說到 但是… 我老公還在門口等著 在那的談話結果 那… 我應該怎麼跟他說呢 好 你不好意思說 不要緊 我幫你說了 這件事 攤去你說才好 不如這樣 我先打個電話 我幫你們解決這個問題 等一會兒 我就在大哥面前 說得清清楚楚給你們知道 好… 那…那你先打個電話 打電話 好了… 你放心 好… 來… 孫主任 喂? 我找孫主任 就是你 我在你那裡看過餅的… 這個…Diona來的 你好 就是這樣 我前夫他大哥出現了 這個… 這個… 男性更年期的問題 什麼? 他還說要親口 跟我們解釋清楚? 喂… 那豈不是和阿祖已經找到一個老金? 唉… 真是外國人真是外國人 這麼開放 這些事都很意思跟我們說 喂… 大哥 這些事 沒命不好回事 男人到這個年紀 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身體就是這樣的 就… 自然了 就會影響到夫妻生活質量 加上大嫂 她也比你年輕 所以不協調的話 她就會覺得有點忙 唉… 你們不用怕 我剛才同意三資訊過 她說很多中年的夫妻 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大嫂, 你也誤會了 其實我和阿祖老婆 我們倆很好 我們沒有可好 沒有… 這些事, 別跟我說 醫生是等你們的 我跟醫生說 來… 不是… 對, 掛就好了 我去看病 就是很尊重醫生的 來… 我們回答一下 好… 怎麼回答一下 後來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大安男 才說得明白 唯有跟著她去醫院 好了, 一到醫院 除了看她幫我們 預約好專家之外 還幫我們掛藍科、副科 心理家專科 你真… 總之被醫生審了半天 冷靜點… 你做人不需要這麼粉青 最後你們想知道問題解決了沒有 大安男是否真的和蘿蔔上在一起 反正不管是生蘿蔔也好 熟蘿蔔也罷 讓阿娜跟我們說 她跟這個蘿蔔經常見面 她跟這個蘿蔔經常約會 光哥 看來你想炆爛這個蘿蔔 也比較艱難 就是… 不是說我告訴你們 大哥 你別管大安男人 單身也好、拍拖也好 人家的私人感情 再說 說真的有利害關係 就只有阿祖一個 你們兩個真是皇帝不急太強不急 我做大哥的 當然要幫弟弟掃走障礙 鋪回平條路 但問題是 人家要怎麼走條路 人家自己會鋪就行了 不用你幫忙鋪嗎 再說 你又知道人家阿祖 是喜歡走你鋪的路嗎 不是 對呀 這事還是應該跟阿祖說一下 商量一下 看他應該怎麼辦 好… 電話嗎 對呀 希臣 你好,希臣 真的嗎 好…懂了 好,再見 你別管,甚麼事 希臣報料 現在大安男人準備要跟羅伯先生 去看電影 不行… 不能讓他們得請 我馬上打電話給阿祖 叫他們踢鬥 不是,踢電影院 別 爹,電影院有保安 在屬於你在公眾場合鬧事分法 那… 我…就叫阿祖在電影院門口截著他們 截… 阿祖 這樣 有件事要跟你說 你…千萬不要緊張 是吧 因為這件事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是不是老爸老母出事了 不是吧 嚇得我 那會不會是大安男 他現在認識了一個男人 還在拍拖 走… 你…你不用怕… 有大哥在幫你把持著的 他現在就要跟那個男人去看電影 你馬上開車 他帶我到家裡 還說得像截著他們 你很會開車 阿祖太太了 他真的很緊張大安男人有新歡 放下手頭的東西 現在馬上過去截著他們 是嗎 你不是吧 我覺得你現在擺明 是陷害你弟弟而已 你要兩個男人在那裡打架 我真的寧願他打起來了 起碼讓大安男人知道 我弟弟是個真正情的男人 還很緊張他 說不定心裡就會回到祖里邊 對… 蘇冰這場危機 還能製造丹安娜跟阿祖附和 到時候不就化險為夷了? 看就這樣看吧 你說祖哥 離婚時這麼淡定 一聽到老婆有新感情 馬上緊張得甚麼 當然了 畢竟他們兩夫妻是有感情的 對吧 我猜他們很快就會破鏡松野 老婆 這裡你打點 我去砍點料 好 我去吃燒鵝 回來了 來 找到了 怎麼了 大安娜呢 大安娜呢 大安娜可以看電影 你不是去電影院 截著她和那個蘿蔔嗎 截到 我們開車到樓下 然後她看見他們 然後… 然後你就動她 打到她媽媽 對…冷靜… 為甚麼要打架 那你一定要罵那個蘿蔔了吧 是呀 我有文化的 我為甚麼要罵她 她和你搶老婆 你真好笑 是呀…你別說了 坐下再說… 那是我的前妻 她現在拍拖很正常的事 對吧 不是呀 你剛明明聽到電話 馬上就一枝光彈出去了 是呀 是呀 我是一枝箭彈出去了 但是呢 我也想看看 她現在拍拖的男生是怎樣的 我看過了 多英俊 形象又多好 我就放心了 於是我就順便載他們去看電影 甚麼 你還做了司機車人去看電影 你真沒用 不是呀 我們讓你去思想 為了讓你開車去阻止他們 雜罪 不好意思呀 是你夫妻而已 不是我們 你知道嗎 最誇張的不是這樣 最誇張是他們倆在想像 即是你生氣 然後駕著車子 見到你的情敵 一直一載過去 如果真的發生你這種事的話 阿光都已經想好 怎樣幫你辯護 不是呀 大哥 你想到去哪裡了 早呀 現在帶我來有拖泊 你一點也不難過嗎 有甚麼不難過 我難過的就是 他比我早 他現在有新的一段感情的話 那我要祝福他 祝福嗎 你還祝福他 萬一真的整個事難聽說的 阿保羅就不跟你姓 到時姓羅叫羅寶羅 你真是不心事嗎 你真是 你這個人真是 大安娜現在幸福來了 難道我阻止他嗎 是呀 是呀 大哥 我知道你很緊張我 但我和大安娜的婚姻 已經成為了過去事 甚麼 人要向前走 我去洗手 不要… 阿左… 生成,太生成了 不行 看來要找希臣出來祭事這件事 才行 你還未死心 死甚麼心 你快跟我一起去找希臣 我不懂英文 你走…走… 希臣怎麼樣 希臣說他已經決定了 以後再也不會干涉大安娜的深感情 不是呀 連你都反水 自由 個人自由 這是最重要的事 好嗎 好嗎 別說我 自由對於每個人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走 你幫幫忙可以走 不要走 大哥,我見得多了 但是第一次見到這些 這麼為弟弟感情 而執著的大哥 抱歉,抱歉不到 不要呀 不要 不要 他… 抱歉,老闆 這感情的事又不能勉強 更何況是別人的感情 總之我這個做大哥沒鬼用 連弟弟的感情問題都搞不定 那個,不是那個甚麼老闆 旁邊好像不是大安娜 壞人,擺明是騙財騙色 不行,馬上打個電話給阿祖 順便打給希臣 好 已經散場了 還沒見過壞人出來 大哥,有甚麼環境 來了 散場了,馬上出來了 話說回來 剛才我真的想衝進電影院 當觀眾罵壞的壞人 如果Roberto說謊 我不會讓他離開 如果他真的騙大安娜的話 我一定不會騙過他 當然 冷靜點 到時候打起來 甚麼 出來吧… 走… 羅先生 你很過分 你是… 康先生 認得我 那天你跟大安娜看完電影 現在是跟另一個美女看的 你甚麼意思 阿祖 爸爸,大白大嫂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阿娜 你也在裡面看戲嗎 對了 我跟他們兩個一起看戲 你們三個一起看戲 你真笨蛋 羅先生羅太請我看戲 有甚麼意思 羅先生羅太? 他們… 是這樣的 我和太太準備出國了 但我們已經問太差了 剛巧我才認識大小姐 我和太太就叫我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所以我一定要在那段時間 和大小姐多點相處 學一下英文 我以為你們之前約會 吃飯和看戲 是為了學英文 對 這樣才可以提供 最真實的前景對話 羅先生真不好意思 誤會了… 不要緊… 不過大小姐 我看得出 康先生就很緊張你 對 不如這樣 我和你們一起坐地 上面還說些英文 好 我們先走了 好… 不好意思… 再見… 都說了,沒事了 甚麼沒事 整個墨子 你真是馬上追上去 剛才羅伯都說 你們倆最有感情 大哥,拜託你 不要整天關注 戴安娜的私人生活 隨時你會被他告你 侵犯他人,私人隱私 怎麼搞的 我為你們兩個好 還要被人告 那你起床吧 你說句公道說話 他說話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這件事是我私人 要你再說我離婚的事 連朋友都不能做 我老婆有個親戚,美女一個 我介紹這個給你 是最好的 你別看得天亮白照 早點又有cio 我會把我過了 住在家裡 走… 走… nyt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